文佛音见佛法 大家好 感谢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 家和万事兴 家是我们修养生息的地方 父母和母 孩子才会有好的成长环境 整天吵架的家庭 事业也不会做好 孩子的成长也会受影响 健康也会受影响 有的人特别注意风水 床怎么摆 锅灶怎么摆 都很有讲究 唯独没有注意家庭的和谐 其实人才是最大的风水 家庭要是不和谐 人要是不愉快 再好的风水都没有用 都说人风喜事精神爽 实际上是因为人精神好了 才会遇到好事情 一个整天争吵不断的家庭 能遇到好事情吗 所以家庭和谐特别重要 会让我们整天精力充沛 很开心 很快乐 很幸福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具体该怎么做 听小编来给大家讲讲吧 我们个体的身心和谐和家庭的和睦 是构成社会和谐的要素 丈夫与妻子之间应该互相尊重 忠诚 信任 包容 栽培教育孩子是天下父母共同的责任 为人父母要好好学习 教育子女之道 一个人即使现在夫妻不和 也要想到既然有姻缘成为夫妇 就要想方设法来改善夫妻关系 在生活中绝对不可以只顾自己 不顾家庭 那是不可以的 你通过提高修养而慢慢变了 让家人感觉到你正在越变越好 家人就会佩服你 允许你去做该做的事情 这时候你才开心 如果家人不允许的时候 你也有很多的烦恼 在饮食方面 你的身体如果适合吃素 你可以尽量吃素 但不能要求家里人和你一起吃素 如果你身体不适合吃素 你不要强迫自己吃素 吃了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样家里人会更加反对你吃素 要想家庭和谐 在这些方面就都要注意 处理好家里的事情 做好家务也是家庭和谐要注意的 我们可以把修养融入生活里面 你做家务也可以加强修养 你边打扫边把垃圾当做自己的烦恼 把它全部扫掉 扫得干干净净 要互相包容 互相谅解 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除了这个 也可以多念要是八如来里面的金色如来 金色如来的第二个愿 就是家庭和睦 夫妻包容 经常会吵架打架 不和的家庭 念这个家庭会和睦相处 所以在藏区 以前用曾法王在的时候 这个家庭吵架了 那边去打挂 向用曾法王请求 我家里经常有吵架打架怎么办 法王怎么说 你去念金色如来圣号十万遍就能解决 别要念金色如来的圣号 别想你自己 我们学佛的人啊 第一个要搞好家庭的和谐 一定要家庭和谐 家庭的和谐搞好了 亲朋好友的和谐 也一定会搞好 包容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 因为它能让家庭和睦 那心量怎么打开呢 我们现在身边的人也好 社会上的人也好 大家都是想法不一样的人 性格不一样的人 做法不一样的人 全部集中在一起 你要融下这些想法跟你不一样的人 你一定心里要融下 跟你性格不一样 跟你做法不一样的人 你一定要心里融下 你要包容它 你包容了它 你就包容了自己 这个是很重要的 再说邪淫 严重的邪淫会下地狱 比如邪淫的对象是出家人 下辈子一定会下地狱 中等程度的邪淫 后世会多恶鬼道 比如邪淫的对象 是和自己有三大一类亲戚关系的 或者有婚后邪淫 或是在佛像前有夫妻行为 窝房不放佛像 就是这个原因 小的邪淫也会多畜生道 邪淫的人消耗福报会很快 然后慢慢的人会变得很臭 很难看 身体发臭 居住的环境会不好 比较肮脏 有很多烂泥污水 这些都是邪淫的果报 不邪淫也称作聚犯型 这样的人会长得非常漂亮 身体自然会发出香味 家庭美满 夫妻和睦 子女和乐 会很有福报 死后几乎都是往生天道 两舌就是挑拨离间 比较严重的两舌是在寺院里 在僧团之间说挑拨离间的话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口业 这种业障是很容易造的 要特别的小心 还有的人挑拨出家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在师父面前说 师父某某弟子对你不诚心 不信 挑拨师父和弟子的关系 然后遇到那个弟子跟前说 你的师父不关心你 对你不好 挑拨弟子跟师父的关系 这样做的果报会很惨 会招聚亲朋好友的背气 年老了会没人理 自己的孩子也不会管 一个人孤独的死去 这种挑拨离间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在家人很容易造这种业 而一般程度的两舌就是夫妻朋友之间说的挑拨离间的话 果报就是招聚亲朋好友远离 火争斗不合 自己周围的人都不能和睦相处 会选择住在地势不平的地方 不说两舌的果报就是朋友会越来越多 说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说什么大家都相信 得到家人下属的尊重 容易成就事业 经常恶口的人也常常会领受别人的粗恶语 或者强硬的语气 在人群里也不受大家喜欢 特别是当遇见前世被自己骂过的人 两人一见面就会互相厌烦 怎么看都不顺眼 只有这个年远的业障孝尽了 才会好起来 很多夫妻不合 也是因为曾经恶口的原因 夫妻猜疑会破坏家庭关系 要培养自己的信任感 第一个烦恼就是怀疑 有了这个怀疑心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夫妻互相怀疑 疑心猜测 那会离婚的 会破坏家庭关系的 你对自己的亲朋好友有怀疑心 这个会破坏亲朋好友的关系 不能有这个疑心 大家需要一个互相亲人感 这是很重要的 你要经常培养自己 对自己的朋友 对其他人上面亲人的这种感觉 一定要培养 被他人伤害 打骂 冤枉 我们都要忍下去 为什么要忍呢 因为这些都是在笑业障 同时也是报应 是自己前世或今世造的业障 显现出来后的果报 有一对夫妻 年轻时两人很恩爱 但是家里都不同意他们结婚 两人说不让结婚就自杀 家人没办法就让他们结婚了 婚后两年都很好 两年后生了一个孩子 就开始天天吵 丈夫天天骂老婆 就这样 从二十岁到五十多岁 老婆生了八个孩子 但是老公还是打骂他 怨他 老婆想离婚也离不了 最后老婆没办法了 就想要出家 高僧说 你是不是为了躲避家里才出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再人两年 你老公会对你好起来的 他听了这话回来了 两年后 有一天老婆在做事 突然老公就来到老婆身边说 哎呀 老婆 我对不起你 这一生总是打骂你 对不起 老婆一看更不安了 由于老公想换种方法 戏耍他 就更害怕 其实在那一天 他们之间这么多年的业障 差不多就消完了 这时老公就认识到 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老婆 爱老婆的心就出来了 从那天开始 老公对他非常非常好 这是为什么呢 高僧后来说 这对夫妻的前世 老婆是一个男人 他买了一头牛犊 这个牛犊 就是他现在的老公 好好养了两年后 牛犊长大了 能耕填离地了 就天天打他 骂他 让他干活 因为两个人前世有缘分 今世就比较容易走到一起 前世他好好养了牛两年 今生老公就对老婆好了两年 再以后 打骂的报应就先钱了 四十多年以后 报应的债还完了 两人就和好了 所以说 凡是痛苦 都是自己做恶业的报应 另外 业障献出来时 要心甘情愿的人 如果心不烦 痛苦就会横笑 一旦心烦了 就会觉得是莫大的痛苦 就像没人打了一下 人五分钟就过去了 如果怀恨在心 会记恨一辈子 自己也就痛苦了一辈子 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些夫妻老是吵架 妻子说 我每天给你洗衣服 煮饭 回到家不让你干一点活 像个保姆一样伺候你 你还不满意 但是丈夫说 我并不是要找个保姆过日子 我要的是妻子 我很愿意跟你一块下厨房 一块做卫生 但是每次跟你在一块 你唠叨个没完 让我都怕了 我更希望你能跟我一块 去打打球 听我讲讲时事政治 我的基础革新 可你总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们不是一类人 妻子错了吗 丈夫错了吗 他们不该结婚吗 当初他们的婚姻 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都觉得是天造的一对 怎么过几年日子 就变成失败的婚姻了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妻子给的并不是丈夫想要的 而丈夫给的 也不是妻子想要的 他们不懂得看医院 看不懂对方需要什么 反正我觉得是好的 就使劲给对方 就像一个小婴儿 一直在拼命哭 妈妈就是听不懂孩子的哭声 以为饿了就拼命给吃 但是孩子不吃就是哭 妈妈就觉得很烦 这个孩子太不好带了 其实是孩子肚子不舒服 妈妈不懂观察 你对不懂爱人需要的夫妻 不会经营出和睦的家庭 一个不懂孩子需要的母亲 不会教养出一个 懂得体恤他人的孩子 这就是姻缘 到哪一天 当你能做到今天所说的 我相信你的家庭自然就和谐了 夫妻感情自然就好了 生活也会越来越美满幸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你还有其他夫妻问题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与小便互动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